哈喽 大家看是否能看到PPT时候听到我的声音 看一下一切是否正常 又有一天啊 哈喽 没问题啊 好 没问题呢 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啊 这个课程接近尾声了 然后我们给大家加了一节课啊 在星期日的下午三点到四点半 那自己能看到的课表上 我们正常是到星期六嘛 第34节课 然后35节课加在周六的下午三点 好 大家到时候别忘了就行啊 自己可以看一下 来看今天的今天的词啊 来看第一组词啊 第一个叫做molefy molefy表示叫做安慰 或者我们叫做减轻 把这两个词写下来啊 第一个单词啊 叫做emolent 第二个mollusk 然后这个mo呢 这个词跟本身表示的是soft 是跟软有关 这个词呢也是稍微有点难 大家可以通过谐音记忆记啊 就是木熬毛 你可以这样想一想 对不对 哎 毛 木熬毛 啊 毛软的啊 跟软有一些关系啊 软有关的啊 这个词根底下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上面这个动词叫molefy呢 看动词后这叫使软化嘛 所以它其实形容就是情绪软下来就这种感觉 这个叫做啊 减轻 抚慰 安抚 就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是你别生气别生气了 软下来 情绪上的这种啊 变缓和啊 这个叫做molefy 它的名词就是molefycation啊 就是它啊 molefy 第二个单词呢 叫做什么叫做emolent啊 看一下它啊 emolent表示的意思叫做润肤剂啊 这大家可以通过谐音记忆 下次在你的化妆品上看一看有没有出现这个单词啊 就是读emolent就是皮肤柔软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叫做emolent 或者你读成啊 一抹脸的 通过谐音记忆读emolent啊 一抹脸的啊 叫做emolent啊 润肤剂 使你皮肤变柔软的啊 皮肤变柔软的啊 好 看下边啊 下一个啊 叫做什么呢 叫做molent molent表示软体动物啊 就是咱们如果学生物的 知道一下 还是跟软有关啊 第一个单词作为动词也是极物动词 比如说你说安抚啊 这些什么呢 这个造反的人叛乱者 咱们昨天是不是讲了 说molefy the rebels 大家还记得这个单词吗 造反的人有印象吗 作为动词来讲是一个极物动词啊 所以直接用就行了 叫做安抚减轻啊 啊 安抚减轻程度上的啊 就是我们说叫做 to reduce啊 对吧 in degree make somebody feel less angry or upset to make somebody feel less angry 让人不要再生气 不要再愤怒了啊 这个叫做是情绪软下来啊 心软下来叫做安抚减轻啊 一抹脸润肤剂 mollusk 叫做软体动物啊 还有陆琪写这个这个咱们在之前给大家讲了吧 叫做什么啊 demolish啊 这个考验班咱们讲 考验里面也有考到他 他讲什么叫做拆除拆迁 对不对 哎 叫做毁坏啊 毁坏或者叫做拆除 拆迁用这个字啊 或者是摧毁毁坏的意思 也是使软下来啊 叫做 demolish 第一其实表示加强啊 但你可以通过down去想 跟前面那个molefy做一个区别啊 软下去这楼倒下去了啊 叫做摧毁或者叫拆迁啊 拆迁啊 好 这边第一个单词记得的打一 记得的打一perfumptory 我说叫做远离职能 这是讲过的啊 远离职能 善离职守这人怎么呢 就是糊弄 叫to take something lightly take something lightly not take something seriously 就是不认真对大家敷衍草率的这种行为 perfumptory behavior perfumptory reply 一个很敷衍的回应 能用它都行啊 形容词啊 修饰名词直接用就行了啊 做表语也可 那下面这几个单词呢 也是我们基本上都考过的啊 这个是昨天讲的吧 imprudent 记得吗 记得吗 叫做imprudent 哎 谨慎 这是不谨慎啊 cursory这个词咱们没讲过 这个词是跟跑有关 我当时还讲了它跟谁的区别跟那个cursive cursive我当时记这个短语 是跟跑相关 cursive writing 看说没说过这个词 啊 没说过咱们后面也会讲到啊 这个cur这个词是跟ramp 跑有关 跑来跑去 啊 想一想啊 这个人叫做草帅 啊 很草帅的 草帅龙 reckless 这个单词它跟谁同源呢 它跟我们在四六集里背过的一个词叫做reckon 这个词大家以前见过没 reckon表示考虑或者叫做认为 啊 考虑啊 或者我们叫做估算都行估计啊 考虑认为 之前讲过这个单词啊 啊 应该是背过的啊 那LESS叫做不考虑 做事从来不考虑后果 那就说明这个人怎么办 叫做鲁莽草帅 做事情从来不考虑后果 鲁莽的草帅的 reckless reckless 好 请请大家来看啊 看一下边下一个单词啊 叫做impatious impatious表示也是叫冲动鲁莽的 这个单词呢 它是来自于名词 我们叫做impetious 它是来自于名词 你可以写在旁边 impetious表示的意思就是指动力 冲力往前冲的这种力量 动力冲力啊 叫impetious 那impetious 就是我们说这个冲动 冲动的鲁莽的 所以一个单词reck 它通过谁学记忆 是不是通过这个词rush啊 rush表示什么意思 是不是冲啊 乱冲乱撞 对待咱们学过那个rush hour 啊 就跟它同源 一个人啊 四处乱冲乱撞啊 那表示什么呢 叫做鲁莽 啊 还是鲁莽 鲁莽的啊 好了 来把这几个词啊 跟老师过一下 第一个啊 叫做perfectory 远离职能 这是第二次讲 希望大家把它记下来 啊 叫做perfectory 第二个单词 叫做cursory 啊 cursory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草率 它这个cur啊 这个词跟表示的是跟跑有关 run 啊 run跟跑有关 跑来跑去的 一个人也是啊 草率啊 下一个词reckless 叫做做事不考虑 做事的时候啊 不考虑 那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鲁莽 下边啊 impetus 这是表示冲动 啊 冲力都行啊 那表示也是叫冲动鲁莽 最后一个rash 也是啊 轻率草率 这些词很多都是以前讲过的啊 这个就特别重要了 因为它在现在六级考研里面 是长考词啊 六级考试当中和考验当中是非常长考 因为它考的是人的这种品 品德意志啊 所以这个是极其容易考的 特别是写作文的时候 叫perseverance 名词在下面啊 上面是动词啊 就是啊 我们常说叫keep going never give up 能行吧 never give up啊 叫做perseverance 这两个啊 我们放到一块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那怎么去记它啊 首先per作为前缀 所谓坚持不细 还是强调的一种贯穿 有始至终的概念 sever这个词在以前 咱们有学过吗 是不是表示我们叫做严厉啊 严厉严格 还记得它吗 就是一直严格要求自己 想一想多少同学啊 像最近在减肥啊 已经一个月没吃过肉了啊 这叫做一直严格的做一个事情 这叫做很坚持 记住老师的解释 一直啊 很严厉啊 严厉去做一个事情 这个叫persevere in something 跟那个perseverance 这是它的名字形式 那persist in 这就是高中理的词了 他俩经常也是会考到同一感谢 都是per开头啊 persist in insist接谁 insist接的是 on 对不对 这要注意区别就行了 insist on persist in 好 那把这几个词啊 过一遍 第一个毛 这个词根不太好记 因为它基础词里没有词 毛毛毛是软的啊 混通过膜去记一记 膜一膜啊 软柔软跟软有关 第一个词叫做软化安抚 看一下 叫做 that modified their real life models 对不对 就是说去安慰那些现实生活当中的 模型 现实生活当中的人物 这个叫做molefy 看这个词就能明白是动词 我们比较简单的词 爱就是什么 就是comfort 对不对 也是安慰安抚啊 第二个刚才已经讲了 perfectory 它是做定语做表语都可以的 这个也不用再反复造句 一看例句也能懂 说 even the nod the classics is to the classics is perfunctory 即使对于这个经典的镜头 对于这些经典的东西啊 这种点头 都是很敷衍的 也都是敷衍的 最后一个词啊 叫做persevere 说鲍威尔坚持不写 坚持不写 就是persist 他俩是同一词 像那个persist 注意他的形容词的能看出来 他的形容词就是谁啊 就是persistent 这形容词呢 后这边意思没变啊 但那个考试如果变形的时候 能够认出来 persist persistent persistence 不行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啊 如果刚刚报名的同学 还是再次强调啊 这就先跟着听 然后把前面第一节课至少先听了啊 第一节课听老师讲一些记笔记的问题 或者一些基本的理论的东西听一下啊 然后我们在 然后我们在之后的课程当中尽快把课补上啊 把课补上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下边啊 下一圈啊 第一个啊 叫做inveterate inveterate表示根深蒂固啊 或者叫成瘾的 你看这个短语啊 这是在老文字典当中啊 新年代三当中都给的相同的短语啊 我们说叫做inveterate smoker inveterate smoker啊 我们常说叫做老烟枪 老烟鬼 烟名啊 用的就是这个词啊 你说如果叫做inveterate drugger drug 是吧 毒眼很大的人 就是我们所说的 能理解吧 啊 就知道啊 你这是吸烟的人吗 这是吸毒的人 就是毒眼大的和烟眼大的人啊 好 那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词怎么去记它啊 inveterate这个单词 它中间部分 看in开头前坠 at就是一个后坠 那它中间部分 其实影射了一个词 叫做veterate 叫老兵老手 啊 之前像在美国 还有什么呢 这种老兵节 对啊 veterate stay 用的是这个词 当时川普 是吧 也发文章了啊 这叫veterate 叫老兵老手 啊 他是一个有经验的 有丰富经验的人都行 这部队里的老兵啊 或者我们说一个人啊 在某个事情上 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老手 叫veterate 那所以你看这里边 啊 一个老手呢 做这个事情就是什么呢 就是叫根深蒂固成业 因为他是个老手了嘛 已经非常习惯这个东西了 大家记了个短语就行 因为你在阅读的时候 可能很可能见到的 也是这个短语 啊 就是experienced 对 非常有经验的感觉啊 好 看一下边 下面这几个单词啊 第一个单词叫做 in eradicate 能看出来的同学 打一 这没学过课的啊 是咱们之前讲过 它核心的位置 讲过它核心的位置啊 讲没学过课的啊 刚才记得这个单词吗 它中间其实影射的是谁 挺好的啊 没学过课的人还都记得啊 它中间是不是影射的是这个词 叫eradicate 之前我们讲的是它 叫做什么 叫根除吧 是不是无线电这个词根啊 radic 是表示的是跟 什么呢 植物的根有关 root嘛 所以叫做把根拔出来 叫根除 取根了 根除 啊 IM表否定 不能根除 看它的造词了吧 不能 根除 读一下 in eradicable in eradicable 根深蒂固 啊 根深蒂固的啊 好 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ingrained 啊 ingrained这个单词呢 这个通过一个联想去记了 grain表示什么意思 啊 在讲新内容啊 新内容啊 grain 它表示的意思叫什么 叫做 粮食骨子 骨物 对不对 骨子 所以你想想 在骨子里面 通过一个拆分联想去记一记啊 在骨子里 啊 在骨子里面啊 这个表示的意思叫什么呢 叫做根深蒂固的 成瘾的 后进教师的同学 127页啊 根深蒂固的 难以改变的 ingrained 啊 那后面这个括号里面这个词 这其实我在公开课讲过的一个词吧 大家有听过公开课吗 encourage 它中间来自于谁 它是不是来自于correct啊 就在爱 它其实是来自于correct的中间部分啊 correct是correct的 就是不能改正 我们也说叫做一个人屡教不改 改不过来 屡教不改的 啊 屡教不改的 encourageable ingrained 最后一个 这个有大学基础的同学 应该就比较熟了 啊 因为我们在像四级当中就考过哪个词 就叫做addict 或addict 学过这个词吗 上瘾吧 瘾君子名词 表示瘾君子 吸毒的啊 是吧 那动词就是上瘾嘛 上瘾沉溺嘛 这个加拉 TIVE变成形容词 所以意思没变 还是表示一个人怎么着 这种上瘾 上瘾的沉溺的啊 那把这几个词 阿根老师刷一下啊 第一个 来自于谁 没跟上的 再来一边啊 veterine 来自于老兵的啊 像老兵一样的 叫老手的 叫根深蒂固 记着个短语 inveterate a smoker inveterate a smoker啊 老烟枪 in eradicable 它来自于中间部分 叫eradicate 这是之前讲过的原词 不能根除 这不能根除的 还是根深蒂固啊 ingrained的 来自于grain 能够联想去记一下 叫做谷物嘛 谷子在谷子里 在你谷子里的啊 也是啊 这个叫做难以改变啊 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啊 那另外还有个词 叫incourageable 这个是来自于correct 啊 correct表示 这个叫做改正 那叫不能改正 对不对 不能改正 我们这也叫做屡教不改 屡教不改的啊 屡教不改的啊 好 最后一个单词啊 上瘾 addictive 好 看这个单词啊 叫tea total啊 这个是在一个北美考试当中 考过的啊 托福和GRE里面的词 认识一下啊 低酒不沾啊 这个男同学可以记一记 女同学要背下来 以后交给你男朋友 什么叫低酒不沾呢 叫做完全喝茶 我说一遍 能懂我吗 完全喝茶 能跟上吗 哎 他下面是谁啊 tea total是完全吗 对不对 完全喝茶 以茶代酒了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低酒不沾 咱们都已经上了三十多节课了 应该有点这种最基本的默契 total 记住他啊 total 好看下边啊 这组词来读一下 叫做satiate 看着他啊 satiate表示的意思叫做 是艳逆和满足 记笔记的同学还是再次强调 我们只记英语和词性 还有记法 英语词性和记法 汉语词不用写 写下来啊 来看一下啊 第一个啊 叫做satiate 第二个词sate 第三个啊 saturate saturate 喝茶 对 tea total 喝酒可没这么喝的啊 下一个啊 叫做satire satirical insatiable 这就是完全喝茶 喝的这个叫做什么 就是叫赤小豆和一米水 可以看得到啊 我这个喝了四天啊 瘦了二斤多 这个好像应该还行啊 自己做的 好 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不叫精致 这叫养生啊 因为你毕竟快40了 就打活80 我活完一半了 已经是吧 所以后半后半 后40年啊 我力争不麻烦党和人民和大夫 对吧 力争不动用国家给我的福利啊 就自己解决啊 尽量不麻烦 好 动手写下来啊 这一组词啊 第一个啊 首先这个词根能理解 为什么它就跟蛮有关啊 饱或者是蛮 大家学过最简单的单词 就是谁 是不是叫做satisfy 对不对 这单词看一下啊 satisfy 叫做什么意思啊 叫做满足满意 它有这个意思啊 满足满意 有这样的一层意思 所以你通过这个satisfy 就很容易能够理解 这个词跟是饱满有关 好了 你看第一个单词啊 叫做satiate ate动词后追 也就是使饱使满 但这个大家注意 它强调的是什么概念 它强调的是一种厌溺感 而不是真正的一种 正常的满足感 叫做厌溺感 能看到吗 叫做be satiated with 就是有点过了 有一点 be fed up 就差不多 be fed up with something be tired of 就这个意思 有点味多了 看路奇写的 这在专四里有考过 be fed up with something 叫做厌溺一段太饱了 比如大家爱吃排骨 是吧 你连续吃五天排骨 第六天估计你得吐了 厌溺了 I was satiated with bananas 不想再吃香蕉了 每次锻炼完了之后 都吃两根香蕉 是吧 这就是厌溺了 一看香蕉想吐 是顶着了 好 第二个单叫sate sate是它的一个简写 意思一样 写一块用法完全相同 用法和意思完全相同 它是有一点over的感觉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saturate 这个咱们之前是给大家讲过了 这个咱们之前是给大家已经讲了 叫饱和或者叫做浸透 对不对 浸泡这个词 溶质不能再被溶剂消化了 所以你就发现 溶质在溶剂里泡着呢 消化不了了 所以这叫做饱和 浸泡饱和是它 所以为什么叫饱和 这个饱字从而体现出来的 sat不就是负吗 负不就是饱吗 饱和满的意思 saturate saturation 咱们学物理化学的东西知道一下 saturate saturation 就是饱了 都是饱了 这两个是逆了 好 下面这两个是重点 选项当中注意一下 选项考验当中的难词了 注意 那为什么叫讽刺 或讽刺文章都行 讽刺 讽刺的文章 就是刚开始是满意 比如大家刚来的时候 给我夸的都不行 捧到天上 到捷克的时候 就特别厌倦我 你这样想一想 刚开始是满意 后来厌倦 这就是很讽刺 反讽的感觉 就像你生活当中 是不是咱们有时候 演员会说某某歌星 尝得特别好 特别好 然后后来一天 给他踩着都不行了 就是现在微博上 就有这种网络暴力 原来大家捧 这个男明星的时候 女明星的时候 捧了那家不行了 然后一旦出现什么事 往死了踩 大家这时候看的 就是特别讽刺 特别讽刺有些人 这叫做sitire 刚开始满意 后来厌倦 你这样想一想 叫做sitire 咱们不指名道姓 咱们别都别联想 satirical 这是它的什么词形 形容词 形容词 satirical 讽刺和讽刺的 讽刺 还有讽刺的 就注意一下 好了 把这几个词过一遍 第一个 满满 脑子里想谁 想satisfy 这种词一定要想satisfy 一个是满意 这是厌腻 厌腻 这厌腻的 下边这是饱和 讽刺 讽刺的 最后一个非常好记 一遍就能记住 读一读就能记住了 insatiable 为什么能看懂这个词 32节 这词的都能看懂了 不能满足 不满足 就是你还不满足 家里在北京 十套房 存款2000万 对吧 然后一儿一女 然后全家 最低学历都是硕士 你还不满足吗 对吧 你还不满足吗 对吧 这叫做贪得无厌了 叫做insatiable insatiable 好了 那我们看看刚刚的这一组词 例句来一遍 第一个叫inveterate drinkers 这个大家能猜出来吗 不要看下面的翻译 能看出来吗 老兵老手 这是个什么的老手 这是什么的老手 什么的老手 喝酒的老手 对不对 喝酒的老手 就是我们所说的酒鬼 对不对 酗酒者酒鬼 就这意思 inveterate 不要忘了他 好 第二个词 叫做tito 这个就蛮好理解 只要你读出来 就能想到根哥给你讲的技法 完全喝茶 但不要给我翻成喝茶了 这叫做低酒不沾 低酒不沾的 其实适当喝点也行 输金活血 你不能喝太多 下面这个词 叫做insatiable insatiable yearning 就永不满足的这种渴望 就不知足 many of us have an insatiable yearning to be liked 他说的什么 这边的文章讲的是 身份认同的危机 就是说 许多人都会有一种 永不满足的 希望受到别人的喜欢 其实就是这样 喜欢你的人越多 你责任就越大 那就是翻盘的那天 那压力就越大 其实就是这样 你就邻居认识你 你出点事就邻居骂你 但如果全中国人都认识你 你出点事 那中国人就骂死你了 那就完了 对吧 其实就是这样 就当明星 他确实赚钱多 对吧 他也是为啥愿当明星 穿最好的 吃最好的 赚的钱又多 有粉丝 走到哪都前呼后拥呢 对吧 但出事也够呛 那真是那样 但是 对吧 我们还是想体验一把 也给我们一种 前呼后拥的感觉 来一下一个单词 叫flirt 叫做flirt 刚才我在家里看那个电视综艺节目的时候 我看到纳英 我点进去看了一眼 我第一次看到 肖战 原来是长这个样子 就是怪不得那么多女孩去喜欢 确实是 就是 长得确实还是挺好看 我第一次看到 大家一来都在说肖战 办公室的女同事 然后同学们都是在喜欢肖战 肖战 谁是肖战 从来没见过 刚才我看一个纳英的节目 我们一点进去一看原来他叫肖战 是吧 来 他们看下边 第一个叫做flirt flirt 还有flirtatious 这个在 专八的考试当中考过 叫做调情 叫做调情 不认识也没关系 你认识肖帮也行 你总认识姓肖的 你总得认识两个 你不能一个都不认识 来 这个单词 首先注意它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认识肖秀荣 肖秀荣也行 你总是得肖深刻 肖秀荣 肖帮 肖谁都行 你都认识 这个单词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大家注意一下 他呢 从肖战变成肖秀荣 笑死弟弟了 来 叫做与谁谁调情 叫flirt with somebody 这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we flirt with his girlfriend 跟他女朋友在那里 这种调情 就是打情骂俏 这个咱们在图书馆 是不是经常看过 对不对 经常看到 男生和女生在图书馆 第二个呢 如果他接 with somebody的话 是跟某人调情 如果接something的话 如果他接something的话 那他其实表示的意思 就是什么呢 就是玩似的做某事 你看跟一个事调情 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 take something not seriously 能理这个意思吧 not take something seriously 就是有一种玩票性质 是这种感觉 就是闹着玩似的 这叫做玩票似的 这样做一个事情 你是理解为敷衍 对差不多 比如说造一个句子 你可以听一下 说she flirted with the idea of becoming an actress when she was younger 能有这句话吗 she flirted with the idea of becoming an actress when she was younger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 怎么的 曾经有过一些 什么样的想法 年轻的时候 就是有着闹 就是这种 半开玩笑的 想着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想着想去当演员 就这个意思 闹着玩似的 想去当一名演员 开玩笑似的 想去做一个事情 这叫flirt with 这是一个贬义概念的词汇 这个要知道一下 这是一个贬义 心思当中呢 有一个短语 叫做flirt with fame flirt with fame 这是心思的短语 他考的什么意思 叫做拿什么开玩笑 你看看 跟什么是闹着玩似的 就是我们常说的 叫做孤名钓鱼 这是心思当中 考过的一个 出现过的一个短语 就是这种 以这个很轻薄的 不负责任的态度 来这种所谓戏弄名誉 这种感觉 叫做孤名钓鱼 flirt with fame 好 那把这个flirt 知道一下就行了 那个flirtatious 就是它的什么呢 就是它的形容词形式 这是它的形容词形式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来 第一个叫做monotony monotony表示单调的 把这一组mono开头的词 动手写一下 mono开头的词 动手写一下 mono呢 在希腊前缀当中呢 它表示数字一的意思 写下来 第一个monotony monopoly monopoly monocracy monogamy monarch monologue monochrome 最后一个咱们之前是讲过的 看有多少回还能记得 看一下 第一个 monotony 第二个叫做monopoly monocracy monocracy monogamy monarch monologue monochrome 加油了啊 后进教授东西再次提醒大家 我们给大家加了一节课 在星期天的下午 星期天的下午 咱们增加了一节课 大家来看一下课表 周日下午的三点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单子 第一个字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为什么叫做单调啊 就是来说根哥你上这个课太单调了 每次上课啊 我都睡90分钟 是吧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调 对不对 你说过吗 看 一个调 啊 就是单调 有些人上课的时候 他这个声音有一阳顿挫 有起伏 大家就爱听 如果上课的时候都是一个调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单子叫做单调 下面单子叫做农断 农断 下面单子叫做独餐统区 下面一个词 如果都一个调的话 那就完了 那一会就迷糊了 那不是看人 对吧 一定是 给萧秀荣过不去了 是这意思吧 叫做 叫做一个调的 一个调叫单调的 很乏味的 下一个词 这个是一个重点 这是所有考试的重点 所有考试的重点 叫做垄断 垄断的 注意一下它的动词 叫做monopolize 这是考研的选项 你考了这个词汇 Izai是动词 集物动词 这个名词呢 后面要记 这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在笔记本市场上的一个垄断 你可以叫 have monopoly on 什么呀 the laptops 对不对 on laptop market 在笔记本 在市场上的一个垄断 在内存条上的一个垄断 在手机市场上的一个垄断 这你可以叫什么呢 叫做 monopoly on smartphones 你有这个代词就行 叫做 一家独大 一家独大 这个poly呢 你可以表示什么呢 把它想成 多 这个作为前纯来讲 表示多 所以你就记住 一垄断多 多家 最后被一家说了算 叫做monopoly 一个调是单调 这是 一管多 叫做垄断 这个是所有考试都有考到 所有 好 第二个单词 叫做什么呢 叫做monoporacy 这个后面 咱们讲过吧 这个词根是跟什么有关 是跟正体有关 讲过吧 这个词 说过吗 讲过啊 就叫一个人统治的 一个人说了算的正体 叫做独裁 下一个词 这个gam 本身表示的意思 是跟婚姻有关 叫marriage 结果婚的同学 看一看 在希腊词根当中 是跟婚姻有关 所以这叫 接一次婚 我们说叫做 一夫一妻 叫一夫一妻制 一夫 一夫多妻 就是刚才解这个前缀 poly嘛 对不对 polygamy 问啊 锅牛 问一夫多妻 就把前缀变成多 这是一夫一妻 这是接多词魂 叫一夫多妻 这个 你看看 是不是男同学都想 都想知道这个东西 polyandry是一妻多夫 可以理解为 polyandry 陆琪写的 叫一妻多夫 一妻多夫 就是母系十足 就这种感觉 女人 下面有多个男人 叫polyandry 多次婚 这个你要觉得不好 记通一个 我们的永远的偶像 就是谁 Andy 知道是谁吗 Andy Lau 老大娃先生 妈妈得偶奖 我得个偶奖 你得个偶奖 some say die Andy 都想找很多 是吧 找很多 像刘德华一样 完美的男生 是吧 这叫做 一妻多夫 一夫多妻 那bigme怎么理解 bigme怎么理解 这个能猜过吧 能猜出来吧 bigme怎么理解 我们叫做 两次嘛 接两次婚 就是我们常说的 重婚罪 接两次婚 我们说在东京 有个媳妇 在南京 还有个媳妇 接两次婚 重婚 然后下一个单词 monarch monarch这个里面 看叫做统治者 这个arc这个词 其实咱们之前也提过 还是不也表示统治的意思 rule 之前讲的叫做 等级制度 hierarchy 还记得吗 之前我讲的是 等级制度 叫hierarchy 所以这叫做 一个人统治 一个人统治 我们所说的叫做 等级 不是 叫做这个统治者 叫做统治者 好 我们继续来看 看下边 下一个词 叫做monolog 叫独白 这个也能理解吧 log这个词跟什么有关 跟说有关 所以就一个人去说 一个人说 好 最后单词叫做单色 这句说 之前讲过了 chrome 咱们讲那个 谷歌浏览器 chrome这个词 但是跟颜色有关 这是一种颜色 就是一个人说话 来自己来一遍 monarch 同治者 同治者 下一个单词 像我们说 那个君主制 monarchy 加Y 就是统治者 一个人统治的 叫做君主制 他把那个欧 给原因降低 因为他这个地方 是原因 所以把这个前面 这个欧降掉了 叫monarchy 君主制 有君主的 下一个词 多一次婚 一夫一妻 这是一个人的正体 叫独裁 一管多 垄断 上面这个词 一个调 单调 单调 好 继续来看下边 下一组 第一个 叫做 tacitor 沉默寡言的 沉默寡言的 这里面这个词根 有点难 就是这个tac 本身表示silent 你看拉丁词根当中 它表示跟安静 有一些关系 它是跟安静 静有一些关系 静静 跟静有关 那第一个呢 就是取自词根本 你看turn叫转变 变得安静 所以一个人不说话 很内想 沉默寡言的 但如果你觉得不好记的话 就通过联想记一记 一定要通过turn去记 你通过turn去想一想 他变得沉默寡言 你这样想 原来特别活泼的男生 上完万词班之后 他变了 给讲抑郁了 是吧 叫他变得很沉默 tacit term 第二个词叫tacit tacit表示什么意思 我们说叫做沉默 或者我们叫做心照不宣都行 沉默的心照不宣 我们有一个短语 叫tacit agreement 就是心照不宣的同意 就是我们常说的两个字 叫做默契 那对吧 就是一种implied的感觉 他不是不言自明 不用说 不言自明 不言而喻的感觉 就是我们说 that is suggested indirectly or understood 对吧 rather than 而不是 sad in words 而不是嘴说出来的 就是那种间接 那种表达暗示出来的 这个叫做tacit tacit approval 就是我们说这种默许 对不对 默许 用它就行了 好 最后一个单词 还是沉默寡言 它俩一样 沉默寡言 这个中间词根也在这 tac变成了tic 看到了吧 那你可以通过联想 记忆就是再一次 r一表再一次嘛 特一提 想象提 再次提到钱 沉默寡言 re 提 send 再次跟你提到钱的时候 沉默了 有关你要一回钱 你说你是说你没有 再关你第二次 再次提到钱的时候 你发现你还是没有钱 还给苏说老大 再次提钱 沉默不语 把这几个沉默的词 过一下 这第二个有点区别 他讲的是一种间接的暗示 对吧 或者是这样去 使对方理解这个行为 叫tacit tacit 大家还记得这个单词吗 叫做 路西写出来了已经 是吧 叫acquiescent 还记得这个单词吗 acquies 逐渐安静下来了 叫什么叫默认吧 默许默认 别忘了他 默许默认 别忘了他 好 把前面三个词 跟老师读一下 第一个 他变沉默 tacit term 他沉默管言 沉默 变得沉默 tacit agreement 这两个短语 就是我们说这种 心照不宣的同意 就是有一种什么呢 达成一个一致 心照不宣的一致 叫默契 就是心照不宣的 approval 赞同 就是我们常说的默许 对不对 用他都行 下一个叫做 retison 再次提前 沉默管言 好 mute 这讲过了 都能记得吗 遥控器上静音 那个按键吧 对不对 遥控器上 静音那个按键 所以想一想 叫做无声 见末的 他也形容人 也行 形容人 就是不说话了 见末的 最后一个反应词 就是location location咱们讲了吧 来的谁啊 说log这个词根 ages表示多吗 话多 话多的 话多 好 刚刚过去了35分钟 把这35分钟的词 快速刷一遍 35分钟了 很快吧 貌似很快的样子 看是不是 来第一作 molefy 跟软有关 使软下来 说molefy the rebels molefy the children 叫做什么呢 make somebody calm down an way comfort an way 下一个词 一抹脸的 一抹脸 我们叫什么呢 叫做 refuji molefy 表示的意思叫做 软体动 软体动 这边第一个 perfumptory 敷衍的 很了 敷衍了事 imprudent 草率 cursory 还草率 这个是 不考虑 做事 你都脑子想一想 鲁莽 叫做requless impet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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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叫做鲁莽冲动的 冲动 这边rash 还是叫做鲁莽清帅 persevere 一直很严厉 严格的去做一件事情 从来没放松过 看 一直每一天都很严格的 在一个事情上 叫做persist in 坚持不屑 不是矜持 是坚持不屑 坚持不屑 好 这边第一个 inveterated smoker inveterated drinker 能理解什么意思吧 一个是老酒鬼 一个是老烟枪 老酒鬼 一个是老烟枪 好 下面下一个叫做 不能根除 就是根深蒂固 还是根深蒂固的 在骨子里 骨物里 在骨子里 也是叫做 我们说叫做根深蒂固 对不对 难以改变的 这个encourage 我看一下 他来自于谁 来自于correct 对不对 他来自于correct 这个单词 就是不能改正 这个词 作为一个addictive 上演 T total 完全喝茶 对不对 完全喝茶 这组词就好 好记很多 你看他第一个 第一个单词 叫做csh 是厌腻 只要sat 是满吗 过于饱满的样子 这叫做是厌腻 这是饱和 还是跟饱有关 刚开始满意 后来又怎么的 又厌倦 满意变得厌倦了 这叫讽刺 ironic 咱们之前还讲过谁 是不是 cynic 犬如主义 还记得他吗 cynical 犬如主义 这个是不是也有讽刺的意思 讽刺的 不要忘 好 insatiable 不能满足 不知足的 不知足的 好 这边第一个 flirt 调情 flirt with somebody 跟某人调情 flirtatious 这种调情的 如果with something 就强调的是一种玩票性 就不认真的对待 这是一个贬义词 你觉得不好记的话 你通过谁去记 你记住怎么调情 看 fly 飘起来了 是什么飘起来 是裙摆飘起来 你可以通过他去记一记 是裙摆 飘起来 fly skirt flirt 想想一下这个场面 叫做调情 下面都是跟什么有关 都是跟单一有关 第一个是单调 来自于ton 第二个单词 叫做 一垄断多 一家独大的垄断 一个人统治 叫独裁 一次婚 两次婚 叫重婚 重婚 就是统治者 君主治 叫why monarchy 君主治 下一个单词 叫做 一个人说话独白 这个叫做 单色 单色 下边下一个 taciturn 他变沉默 沉默广言 无言的 静默的 再次提前 沉默不语 沉默不语的 好 最后一个 叫做crabbit 看看这几个 这几个词 都是跟什么有关 都是跟脾气话有关 这几个都非常难 都非常难 它主要还是 对于英语专业 和留学的同学 看一下 如果国内考到的话 一般都是超纲词了 就是我们所说 bad tempered fat tempered 第一个crabbit 第二个waspish 第三个peevish peevish 这个译标写错了 crabbit 抱歉 crabbit 第二个单词 叫做waspish waspish 下一个 叫做 liverish bilius contankerous 好 下了吗 这些词都是表示什么呢 表示脾气坏的词 都是表示脾气坏的词 咱们先来看下面这两个单词 liver叫什么意思 这个咱们生活当中有见过吗 叫做 看 跟你生命直接相关的 看看 叫什么叫做肝脏吧 对不对 排毒的 跟你生命相关的 跟肝有关 咱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表达 咱们说这人呢 怎么的 他呀 这个肝火太旺 肝火太旺 啥意思 这假的 没等说两句你先急眼了 肝火旺 是不是火大 哎 气大嘛 所以你就记住 肝不好 就是脾气大 脾气大 记住啊 第二个呢 这个词我在昨天其实有讲的叫bio 当然写了一嘴 当然大家有多少东西还能想起来啊 我当时讲了这个词叫做melancholy 还能记得吗 黑 然后是当时我在这地方写了 说胆汁发黑啊 记得讲这个造词的时候吗 上面那个melancholy 什么意思 米兰 我兰 melancholy person melancholy writer 也非常忧郁 有忧郁气质的一位作家 就在 叫忧郁的 还行 不错啊 看来确实看了啊 都说了最后这几天 咱们都提前加15分钟 咱们就不带大家复习了 但是你自己回去得看啊 咱们群里还有 还有活动呢 参加群里的互动打卡 那bio叫做胆汁啊 所以就记住 肝不好和胆不好 都是 反射脾气坏 bio和liverage 第一个是胆汁发黑 胆汁发黑啊 也证明你看这是情绪不良 情绪不良 好 看下边啊 这两个单词 crabid和waspish 它上面这个来自于谁 crab叫螃蟹 这个waspish来自于谁 叫wasp 叫做大黄蜂蜜蜂 黄蜂蜜蜂就遮人那个那种 蜂腰那种很大的那种啊 叫做wasp 在变形金刚里是bumblebee嘛 对吧 bumblebee啊 写的是它啊 那这就是指使我们在那个什么树林里当中看到 那个肚子特别大 对吧 腰特别窄 是这种这样的东西能理解释吧 就它啊 这个这不是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里的bumblebee啊 是wasp 所以就记住你看那个谁螃蟹 谁脾气不好 谁脾气不好 第一个就是 螃蟹脾气不好 你看你吃你吃螃蟹的时候 特别是你活着的时候下锅的时候 他往外爬 你给他塞到锅里蒸他吗 见你往死了夹 对不对 叫做crabid 叫做螃蟹脾气不好 还有谁脾气不好 蜜蜂脾气不好 看看叫做wasp 你碰它 它也是 叫做暴躁 还有就是我们说腰细的 风腰风腰 腰很细的 像天妇罗 螃蟹 还有谁 蜜蜂 肝胆 这都是脾气坏 这都是脾气坏 好看最后两个 第一个叫做contentious 这个词在 它其实中间映射的就是谁 看来就是anger 我这样写能看懂吗 看得懂吗 它中间其实映射的就是anger 生气嘛 但这个我们从视觉上 最直观的应该看到的是 你就通过坦克去记就行 你通过坦克去想 就是can能开坦克的人 开坦克的人 爱争吵爱吵架脾气不好 通过坦克车 开坦克的人 能can tanker can tanker race 开坦克的人脾气不好的 脾气不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peevish peevish这个单词呢 它其实跟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词是同源 叫pervert 大家还记得它有什么意思吧 per的这个词根叫做转变吧 我说per表示through嘛 一直在变 一直在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的 那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变态 非常好 你只要讲 你只要经常去讲 你只要经常去讲 我这一说就能顺出来 每天都这么变 那么变 变来变去的人 变态 变态 那这个词是来自他前半截 变态的特点 perve就是peevish 也叫做易怒皮气坏 但这个你也可以用个第二个技法 你通过谁去记 皮去记 撒尿 想想你家如果有孩子的时候 那孩子老给你尿床 是吧 那孩子都上初中了 还在尿床呢 就是什么的 惹怒你 叫做脾气坏 撒尿这个单词 也叫做脾气坏的 或者我们叫做易怒的 屁 尿尿这个单词 好 那这里边这几个词 到这里就不说了 所以刚刚咱们又结束一趴 这一趴呢 主要都是跟性格品质有关 跟性格相关的词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 下一组 最后一个部分了 情绪和感受的词 第一个叫做abominable abominate 看这几个 憎恨的词汇 他的反义词写在下面了 我已经 abominate abominable abominate abominable 下一个叫做 adore idolize 和 cherish 第一个单词 为什么叫憎恶 它作为动词也是 急误动词 急误动词 你说你憎恶什么东西 你就直接接避语 就可以了 我们在以前小学 最简单学过的单词 就是叫什么呢 叫做hate 最简单的 学过的单词 就是hate 就是feel hatred or disgust 一样 他就是说法比较正式一些 要正式一些 比如说特别 去憎恶 空腔的这样一个事情 你可以叫做 to abominate organ control 直接用就行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单词 什么叫憎恶 憎恶它ab作为前缀 其实还是表示 away 远离离开 远离开吗 中间部分 注意 alme 它其实映射的是 omen这个单词 就是凶兆 ate 是动词后缀 就是憎恶 凶险的东西 带来不吉祥的东西 你看老人一般 比较迷信的 比如你 你大三十晚上 你做一些 可能比如什么 磨牙 敲碗 做一些事 那老人就是说 你这是赶紧让他出去 就特别 比较什么 东北话 就各样这些事 叫做 远离凶险的 这个叫做憎恶 不吉利的东西 远离一些不吉利的东西 这叫做憎恶 上面这个词 就是形容词 可以被憎恶 就叫可恶 可恶的 abominable abominate abominable abominate 好 那你看反应词 憎恶的反应词 其实就是喜爱了 idolize 这个咱们以前讲了吧 就当做偶像来去崇拜 adore 这个是在六级 托弗亚斯里都有的 属于终极词 不难 我们电影当中 经常听到的一个单词 叫什么 叫adorable 比如你看到根哥第一眼 就叫adorable 很可爱 对不对 就可爱的 这个是电影当中 比较常说的 那adore 动词 叫做崇拜喜爱 崇拜喜爱的意思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cherish cherish gallible的同学 是吧 就过不去了 下一个 cherish 它一般表示真爱 就是那种珍惜 cherish cherish his children 非常的珍惜 爱护 他的孩子 真爱 我们叫做cherish 然后叫cherish 他这个第二个 还有一个用法 第二个 还有一个用法 就是他后面 一般会接名词 cherish the hope 表示怀有什么什么 怀有一种希望 或怀有一种信念 这个时候 你不能翻成 真爱希望 真爱信念 不翻成怀有 他抱有 怀有一种希望 比如他怀有希望 他有一天会找回他的 对吧 这个走失的孩子 这个叫做 she cherished the hope that she would find her lost 这个表示怀有一种希望 或者是一种梦想 都行 第一个表示爱 爱东西 第二个就表示怀有 这个为什么叫做真爱 它还是跟爱有关 它这个前半部分 这个C-H-A-R C-A-R 这个词根 其实在拉丁词根 那就是跟love 跟爱有一些关系 我们在以前学过 最简单的一个词 就care 非常关怀 关注你 见过这个词吗 慢一点 care这个词 见过吗 那还有什么样的词 咱们学过慈善 学过它吧 叫做charity 什么叫慈善 慈善不就是一种 爱的行为行动 这还是跟爱有关 所以你 写两个例词 所以这个chari 就是表示爱的 真爱 叫做真 真爱 真爱 好 来把这个 第一个单词 跟老师过一下 第一个叫做abominate 这个来自于中间部分的哪个词 omen这个单词 就是什么 爱它来自于omen 跟凶兆有关 就是远离凶险的 比如说你特别忌讳什么东西 比如有些同学特别忌讳 比如宿舍里大哭大叫 这叫做 就不吉利在宿舍里哭 大半夜的 这叫做憎恶 远离凶兆 远离不吉利 叫赠物 adore 崇拜喜爱 偶像崇拜 真爱 cherish 不要忘了刚才说的一个短语 叫什么 cherish the hope that 怀有 怀有什么什么 希望 怀有一种希望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 第一个叫做abhor 又一个赠物 跟前边的这个词是什么 同一词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爱跟他是一样的 还是跟什么呢 跟赠物有关 把这四个写下来 第一个叫做abhor 然后呢 detest loves abominate act secret 这个最后一个词 咱们前两天讲过 之前是不是给大家提到了 我说后面想成secret 把秘密神圣的东西 泄露出去 这也叫什么呢 也叫做 憎恨 act secret 回一回一啊 回一回哪两个词 写的同学啊 快写 没写完的东西 可以回一回之前 咱们 应该就是 十一月下旬讲的 一周前左右 咱们讲的第一个叫consecret 还有叫做desecret 还是这两词吧 consecret和desecret 一个叫奉为神圣 一起神圣嘛 这叫泄毒 这个act secret 把神圣的说出去啊 叫做 赠物咒骂 其实还是亵渎 咒骂一个东西嘛 咒骂神灵 那就是亵渎神 所以主要还是前两个啊 前三个词啊 第一个 赠物 他赠物的是什么东西 看看 他后半部分影射的谁啊 影射的是horrible 这个词 跟他同样 哎 就是可怕的东西 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啊 比如说女同学正在这儿 剧经会这背单词呢 男同学忽然间 拿一个东西吓他 就是女同学是怎么的 就是什么玩意儿 是这种感觉吧 就是拿走拿走 是这种感觉啊 让他离你远点啊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 赠物 赠物可怕的东西 咱们 我上学那个时候 一般会拿一个什么假的蛇 吓唬女生 对吧 那个时候 女生 就那种感觉啊 赠物特别烦你啊 你觉得他 你这样的话 他会喜欢你 实际上他烦死你了 他的形容词就是 我们叫做什么呢 叫做abhorrent 对不对 叫做abhorrent 也是啊 憎悟的 可恶的 可恶啊 就是他的形容词 上次建坤老师就拿了一个假蛇 然后给王菲老师吓哭了 那时候我们有一次在泰国玩 团建 然后在那个公共汽车上 或者公共汽车 在那个大巴车上 我们那个旅游那大巴车上 然后建坤老师就扔一个假蛇 就扔到后排 正好就扔到了王菲老师身上了 然后王菲老师就听着嗷一嗓子 当时那开车那师傅都吓了一跳啊 马上就踩刹车了 以为怎么了 那以为 然后王菲老师开始哇哇的大哭 就在那个地方 就是我觉得确实是啊 女生一般怕这个的话 男生还是不要吓唬 他半天都缓不过来 我当时是没有笑 我当时被王菲老师吓了一跳 因为我跟王菲老师挨着嘛 他在左边靠窗左边 我在靠窗右边 咱俩是一排的 就一人站两座啊 因为都比较胖 但是我当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挺嗷一嗓的 我倒没被蛇吓了 被王菲老师吓着了 Detest叫做证悟的意思啊 这个证悟什么东西 证悟考试 这样想一想 第一其实作为前决来讲 还是比较off 叫做证悟考试 原理测试 真爱声音 I hate exam I detest 最后一单词啊 叫low字 low字表示 也是证悟 你就是通过谐音记一记啊 就是low死 太low了 你看这个东西 太low了 low死了 也是厌恶 证悟 不喜欢 对吧 前半截形容词了 就是厌恶恶 不愿意恶都行 low字是动词 好 来把这几个词过一下 第一个叫远离可怕的远离凶兆 这两个呢 这都是证悟 一样都是同义词啊 证悟考试 证悟考试这是low死了 也是证悟low死 或者通过os去记也行 os大家有学过吗 叫做什么 low死os 这是一个考研里面的一个词汇啊 不是你可以写旁边 os表示叫做誓言 对不对 叫做誓言 宣誓都行 就是a formal promise 能跟大家讲一下 最证悟让我发誓了 你别老让我发誓 我最烦这事 就swear 是吧 这种感觉 证悟发誓 所以这是跟证悟有关的词啊 前面这几个是跟什么有关 跟喜爱相关的词啊 大家注意一下区别 好 下面这个单词 可以反应过来吗 我们之前有讲过他们的形容词哦 可以反应过来吗 他的形容词叫什么 adverse 告诉老师adverse叫什么意思来的 adverse我们所说的叫做 相反的不利的 对不对 叫做相反的啊 敌对的或者我们叫做不利的都行啊 所以你看这里面叫做不利的情况 所以叫逆境 adversity 就是我们叫做misfortune 对不对 adversity misfortune 第二个呢叫adversary ari讲过吗 讲的表示什么意思 名词后这句话表示人或者是地点 人或地点 这就表示人了 adversary 叫做敌人对手 这在专门里面我考过啊 就考过 考研的都要看啊 这两个词 adversity adversary 那怎么才能 怎么才能不记混呢 我当年是这么记的 就想一想 在哪有逆境啊 不信逆境 city 你这样想一想 在城市啊 这样就区别开了 在城市里遇到了逆境 比如你来北上广 北漂的时候 这就是肯定会有处处封闭的时候 叫做adversity adversary就是相反不利的人 就是你的对手 opponent opponent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 看下边 下一组啊 第一个 afflict afflict inflict 其实大家写这首词的时候 脑子里应该马上 应该反映过来一个 高中和四级的词 哪个词啊 是高中词 也是四级词 是哪个词 大家有看 看括号的这词 反映过来了吗 叫做 冲突 看看这个有没有见过 以前啊 冲突 有哈 这个一边要考过四级的话 应该还行啊 应该是这样的啊 那把这几个词写一下吧 第一个叫afflict 第二个叫做inflict 第三个flog flog flict呢 现在看下这个词 跟他本身是跟什么有关呢 表示的是跟打有关 他本身啊 是表示跟打击有关 所以你看这怎么打 是不是打起来了 一起打起来 大家能看到这个造词了吧 所以通过这个冲突去记 这个词根就更好记 更好理解 你通过冲突去记的话 这个词根就更好理解一些 都更好理解 一起打起来就叫冲突嘛 那第一个词是怎么打 是不是加强啊 去打击 是这种感觉吧 哎 这个表示加强 这叫我们就我们说叫做 是痛苦 是折磨 受到一个打击的感觉 啊 这个叫做痛苦 折磨 他用被动形式 be afflicted with 或者是by都行 be afflicted with 或者是by都行 是折磨 是痛苦 啊 就是 比如说我造一个句子啊 你看怎么说啊 他说 about forty of the country's population is afflicted with the disease 能明白吧 about forty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population is afflicted with the disease 哎 就是说百分之四十的人啊 就是受到这种疾病的 折磨 受到这种疾病 啊 患有这种疾病 这样犯都行 啊 因这种疾病而感痛苦啊 备受折磨 applicted with the disease啊 好 下个单词叫做inflate 看着他啊 这个Ien的动词 仍然还是表示什么 还是表示的是一个加强 那他后面也要接谁 也要接接词 啊 这个是他的一个用法 他其实和上面这意思相近 也就是说啊 吃苦啊 是遭受痛苦 遭受打击都行 遭受痛苦啊 遭受打击 比如说 they inflicted a 什么呢 defeat on home team they inflicted a defeat 是遭受了一个什么 defeat叫什么意思 叫什么 是不是失败啊 on谁 on the home team 那里边I就是使什么呢 使主队啊 使主队 持了败账 对不对 I就是使主队遭受了失败 使某人遭受了什么什么 啊 使某人遭受了什么什么 我们在之前其实还讲过几个解on的词 比如说强加于 还记得他不 impose on 强加 征税 你可以把这三个记到一起 因为他们都解on obtrued on 对也是 强迫接受 强迫 强行 impose on levy on inflate 还是解on 他俩都是想的是遭受不好的事情 遭受不好的事情 但是用法有点差别 这个flog 为什么我写在他下边的能力解 为什么叫做重打鞭吃 这个词根怎么写 这个单词怎么写这个词根底下了 能看懂我 flick 对吧 这是谁啊 flog 哥和科 i和o 看出来吗 就是原因和原因 i和o变化 符音变化 flog表示的意思叫做重打鞭吃 你要认识 log也行 通通用木头时间打 当年上学的时候 有没有被老师打过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边打 边打边吃 用木棒时间打你 木棒时间打 比如说 he was publicly flawed he was publicly flawed 他被等到当众 为什么呢 被边打 处以边行 对不对 当众被打 这样反正都行 知道一下 所以这几个都是比较贬义的词汇 这个词根底下的都是贬义的 首先先通过谁 通过冲突去记这个词根 一起打起来是冲突吗 就要加强打击一个人 就是受苦受折磨 受苦受折磨 那这把一个东西 放到一个人的身上 这也是表示是遭受 是受苦 是遭受 inflict 在他上面打他 flog就是打本学 下面这三个 ale和toucher 这俩都能想起来不 一种病 叫小病 讲个位 还有叫element 叫什么 告诉我根哥 之前没有学校课 等会看看他 element叫什么意思 element叫做一种 eal 它是来自eal的变形 这是营养食物 element 让你生活的 保持生活的 活下去的东西 营养 营养食物挺好的 toucher 这也是很早以前讲的了 来自于谁 回顾一下这个词根就行了 touch这个词根 是跟扭曲有关 那也是跟扭有关 像这个 一个班级的女生 揪着男生耳朵 拧他大腿 是吧 这叫做折磨酷刑 那distress 这个单词 看一下 它也属于终极词 通考词 所有考试都有的一个词 它通过谁进行 通过stress stress叫什么 这不叫压力 this表示加强 对不对 在这个s去掉了 就用了一个就行了 使你有压力 这所以叫什么 是忧虑不安 那你如果你有很多压力 买房 买车 娶媳妇 对不对 学习 各个方面都有压力的话 就是不安 忧虑 叫做distress distress 好了 那把这几个词快速回顾一遍 来第一个 According to the abominable practices of nation 根据什么呢 这个叫做abominable 想一想 叫什么 凶凶险 你看你家老人怎么样 对于这种不吉利的东西叫什么 叫厌恶 厌恶不吉利 厌恶不吉利凶兆 凶兆不吉利凶兆 这种厌恶的这种可恶的做法 可恶的做法 abominable practice 它除了表示训练练习以外 也表示一些过去的固定做法 叫做practice 这个指导要回班 第二个叫做 The Lord abhors bloodthirsty and deceitful men 就是上帝 憎恶 残忍和不诚实 deceit deceive 不诚实的人 残忍的 不诚实的人 下一个单词 叫做 If you faint in the day of adversity 如果你昏倒 faint叫什么 昏倒的意思 在这种不幸当中 逆境不幸当中 昏倒的话 一蹶不振 这种感觉 昏厥 那你的力量就会很小 最后一个 叫做 maintain the right of afflicted and the destitute 这里面 德加形容词 表示什么 说表示一类人 德加形容词 表示一类人 就是受苦的 受苦的人 受苦的苦难者 表示一类人 deceitful 没看出来 他来自于谁吗 deceit是名词 名词叫做欺骗 他动词谁 还记得那个口诀吗 收到女友怀孕的消息 感觉像被欺骗 记得这句话吗 还记得这句话吗 收到女友怀孕 conceive 感觉perceive 欺骗 deceive 就忘了 好 那赠物 逆境不幸 受苦受难的词 咱们到这里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 来 这一组词 第一个叫disdain disdain 动手写一下 第二个 disdainful indignant 然后下边还有他相关的同义词 disdain disdainful 就写英文和词性就行 就写英文和词性就行 然后是indignant 动手写一下 disdainful 动手写一遍 不给你发的笔记吗 就让你写的 disdainful 这个是disdain 这个有个行进词 看一下 这俩长得有点像的 下面这是他的同义词 belittle despise scorn contempt contempt 好 先说打一下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看下边这几个词 先看表示鄙视 轻视鄙视的同一词 先看这个词 little叫什么意思 little是不是叫小 几乎没有小 所以你就记住就是小看 通过little去记 很小 小看你 你小看我 啥意思 这种感觉 小看你就是轻视 没瞧得起你 这些小看你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叫做despise 看看他 despise这个单词呢 叫做鄙视 他是往哪看呢 这个spise的注意 他实际上是spec的这个词根的变形 看到了吗 spec这个词根咱们讲 我们是不是叫看 就是往下看 这个叫despise 往下看这种 瞧不起你的感觉 是这种 是这种感觉 往下这样看你 叫做什么despise 就没瞧得起你 他的形容词呢 叫做despicable 我写旁边了 你也写在旁边 叫做despicable 可鄙视 对不对 可鄙视的 令人鄙视 比如在教室里 土台让人鄙视 这叫to spit in the classroom was despicable 这个叫做 your behavior your behaviors are despicable 你的这些行为 让人鄙视 可鄙视 令人鄙视 能让人鄙视 这个形容词变化有点大 从他到他变化有点大 那些旁边 但他是看这个词根 好 看下边 下一个 叫做scorn 这就通过谁去记 你就通过玉米去记 玉米 包米 东北话包米 is讲死 死玉米 鄙视 玉米 鄙视 叫scorn 知道一下 动词是集物动词 名词呢 是这样去用 po scorn on 这是名词的用法 有一个常用搭配 动词是集物 名词的话 这样去用 po scorn on something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叫contempt contempt叫做什么 也叫做蔑视轻视 这个它是什么词形容 看一下 它是名词 这个在考研当中考过无数次了 已经考研当中考过无数次了 这个必须得记住 什么叫大家轻视你 瞧不起你 你通过脾气去记 发脾气 就是一起 共同一起跟你发脾气 宿舍里 谁都敢指使你 谁都跟你发脾气 谁都损你 动不动你 动不动你 这就大家怎么样 还是没瞧得起你 所以你大一的时候 你想想大一的时候 如果你进宿舍的时候 拎着行李 Rimova的箱子 Dior的限量款 对吧 劳斯莱斯接送 还有两个高帅富 去送你 一直给你送到宿舍 那这绝对不一样 四年 你都会用鼻孔看人 但是你说你 一关不整 劈头散法 鼻涕邋遢 牙上还有两片菜叶 直接进到宿舍里了 那这个时候 大家可能就 是吧 大家可能就觉得 你是哪来的 怎么跟我一宿舍呢 这大家可能就会 有点那个什么了 要知道 叫一起跟你发脾气 叫做 轻视瞧不起 轻视瞧不起 好了 形象摄容 小看 往下看 Despise Despise Despicable 可比的 死玉米是比试 瞧不起玉米 叫做Scorn Contempt In contempt with In contempt of 都行 In contempt with In contempt of something 面试比试 好 看前面 这个接着我说 这个词根 大家看一下 这个词根 我说一下 这个Dign 它本身表示worthy 就是价值 它其实这个意思 这先通过正常词根 去解释一下 那为什么他鄙视 就觉得你这个没价值 他把谁给脱落掉了 大家看出来没 他实际上是把谁给脱落掉 把这个G给脱落掉了 I变成了AI 这是通过这个词根的正解 先正常解释一下 就是去否认它的价值 所以这个叫巧不起 这都没用 扔了吧 是这种感觉 这叫Distain 但这个要不好记的话 你还是通过一个联想 去想一想 就是什么叫比试 连Diss 在瞪你 Diss 又贬损你 Diss 咱们听过吧 要Diss你了 咱们那儿看 那个中国有嘻哈的时候 连Diss 连Diss在瞪 D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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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做情事 瞧不起 又Diss 又瞪你 好 下一个单词 叫做什么呢 叫做Dissainful 是它的什么词形 形容词 鄙视的 这就我跟说了 好 下一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Indignant 大家看以前 有没有学过一个单词 叫做尊严 见过这个单词吗 尊严这个单词 还记得吗 它跟他同源的吗 就让你没有尊严了 没有尊严 这个时候人们也会怎么样 愤怒愤慨 愤怒愤慨的 我刚刚讲了好几个 爱生气的词 能想起来几个 有两个生物 两个动物 有两个什么呢 有两个内脏 两个器官内脏 还有印象吗 一个是 肝 肝怎么说 叫Liver 叫Liverish 我这回讲一遍 你就记住了 第二还有胆 Bio 变成叫做Belius 这两个再来一遍 Liverish Belius 还有一个哪两个东西 一个是螃蟹 Crabbit 还有一个是蜜蜂 大黄蜂 Waspish 今天晚上都不会忘 今天晚上都不会忘 读一下 脑子里想 只要你刚才听课的话 这都能记起来 还有 能开坦克的人 这样来的吗 脾气不好 Contentious 忘了Pivish 还有撒尿开头 那个词 尿尿那个词 好 那我们把这三个词读一遍 Distent Distent你 Bist Distable Bist 没有了尊严的 叫愤怒 愤慨 这是选项里的 选项里的重点词 好 下一个单词 叫Distent 这俩 你看 就差一笔 但它也是 消极否定词 叫做贬低 它跟Maintain 这个词是同源的 就保持维持 这个词根 你看一个是维护 维护保持 维护国家尊严 反正如果 Dist表是否定 就是不维护 不维持 当年你看看 不是当年 就几个月前 在香港 有一些 这些什么 暴民 对吧 你看那是贬低 诋毁国旗 不维护国家尊严 宁可当二等公民 也不堂堂正正做人 是吧 那这叫做Distent 和Maintain 这两方面 一个是维护维持 这个是不维护 不维持 这叫贬低 对不对 叫做贬低 贬损 贬低 贬损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 来第一个 叫做deride 这组词说完 咱们就休息 deride表示的意思 叫做 show someone down really really down deride is treated with contempt contempt 刚才讲了 还记得它什么意思 大家一起都跟你发脾气 要干嘛呢 一起都跟你发脾气 要啥 大家因为怎么样 没瞧得起你 蔑视你 蔑视比 是contempt temper 一起跟你发脾气 就是流露出这种鄙视嘲笑 好 把第几个词写下来吧 第一个 叫做deride 第二个 reasonable 第三个 derisive scuff jear jive tease 好 来看看这几个词 第一个 首先看这个词根 写下来了吗 这几个词还比较好写的 deride 写下来再读一遍 等会慢的 deride reasonable derisive derisive scuff jear jive 还有 tease 好 看第一个 这个rease和read 这词根一样 std这仨字母一样的 都是跟什么 都是跟笑有关 我们在以前学过最简单的单词是谁呢 其实学的是他 大家还记得这个单词吗 四集的时候 背过吗 叫ridiculous 背过这个单词吗 大家 背过吗 还叫可笑的 很滑稽的 是这种感觉 是吧 就是笑话你 你想一想 叫做滑稽 可笑 这个第一个 其实是表示一种加强的概念 是一种加强的概念 就是加强还是笑话你 这种感觉嘲笑 小小书童 可笑 可笑 是吧 你要觉得不好记的话 还有干嘛 还有就是你通过骑增车去记 新买了一辆哈雷 骑摩头的时候翻车了 骑车掉下来 骑车掉下来 这也叫做嘲笑 叫做嘲笑 那reasible able重要能 可以 也可以被笑 也是可笑 或者是爱笑的 如果一个人 天生就长个笑模样 他到哪里都很受欢迎 他见谁都跟谁笑 是这种感觉 叫做reasible 可笑爱笑的 爱笑的 derisive 这是他的什么词 形容词 这个形容词要比动词长考 这要知道 形容词要比动词要长考 derisive 嘲笑的 嘲笑的 叫做derisive 好 看下边这四个 这四个也是表示一种嘲笑奚落的感觉 嘲笑奚落 你先看第二个词 叫做jear jear参照谁去记 他通过chir去记 看到吗 他通过chir 去记 chir什么意思 是不是欢呼 这种感觉能力 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参照 去造了一个词 就是开玩笑的去欢呼 先明白这个意思了 开玩笑的去欢呼他 这叫做嘲笑奚落 joke cheer jear 写的旁边 scarf这个单词 也是我们说叫做嘲弄 嘲笑 它也是一个单音节词汇 后面都接at 嘲笑某人 下面这几个都是接at的 scarf 你可以通过刚刚我们背的一个单词来说来的 叫做scarf 鄙视这个词放在一块自己 对吧 鄙视 戏弄 off你想想离开 就是 转身走了 这种感觉 这个叫做嘲笑嘲弄 一个是鄙视 一个是嘲笑嘲弄 这个jear是joke and cheer 开玩笑欢呼 奚落 嘲笑 jive 这句通过骂人的话 男生有的时候骂人的时候就会 你们懂的 叫jive at at 也是表示嘲笑 这是 也是留学里面考过的一个词汇 jive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 这个tease tease这个词通过谁去接 你通过tear去接 就是笑出眼泪了 也是取笑 你看笑话别人 有的时候比如说室友犯了一个特别低级的错误 宿舍的人就蹲在那 哈 眼泪 哎我怎么笑死我了 能理解这种感觉吧 哎 这眼泪都笑出来了 tear tease tease at 有的时候咱们比如说室友从 从门外边一进来怎么样 比如说摔了一跤啊 或者是怎么样 啊 丢人了 取笑 笑出眼泪 jive jive 这个词两个血法都行 啊 jear joke chear 开玩笑 分呼 啊 scarf 鄙视并且远离他 也是嘲笑 啊 鄙视远离也是嘲笑 啊 scarf jear jive tease 还有骑车掉下来啊 deride 都是嘲笑的意思 啊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里边的例句啊 来看一下 第一个 啊 叫disdain for losers 对吧 disdain 刚才说的表 什么意思叫做 蔑视 瞧不起 这里边用作名词了 另外还有哪个单词 contempt 这个我都在这下来 考验当中非常爱考的词啊 如果他考到形容词就得能看着 比如说contemptable 也是可比的 令人鄙视的 对啊 contemptable 是能吗 能让人鄙视啊 第一次邓你啊 鄙视啊 鄙视啊 加一个 deride him 看最后这个动词是一个什么 deride him 啊 几乎动词 嘲笑他 嘲笑 嘲笑他 嘲笑 好 我们上一个厕所 休息三分钟 好 我们继续玩来看啊 看下边 都看了吗 庆余年 看了吗 还没看呢 是吧 有的人可能看了啊 最喜欢的是谁啊 是郭德纲儿子 是吧 好 看下边啊 下一组啊 第一个啊 叫做denounce 啊 等一下啊 写下来了吧 这几个词 denounce renounce enunciate 和pronounced 首先看这个nounce 这个词根啊 这个词根 其实还是比较 好理解的 就是跟宣布有关 因为我们在以前 学过最简单的是哪个词 是不是叫announce 对不对 以前学过是这个词啊 就宣布就是声明宣布 第一呢 作为前缀来讲 其实在此处还是表示什么 消极否定 啊 就是你可以想象deny 消极否定 就是否认你的一切 宣布否认你的一切 这个有指当众的指责 啊 有指当众的啊 公开的to criticize somebody in public 啊 当众指责 所有人 你看看 当着所有人面说你啊 叫denounce 这是一个贬义的啊 下一个renounce 这个讲过了吧 放弃权利 这个说过没 咱们再讲放弃的时候说了啊 宣布退休 前面想象退休这个词 回往回吗 宣布退休 啊 宣布退休了啊 reannounce 放弃权利啊 enunciate 这是往哪宣布 往外 e作为前置表是向外吗 向外 把这事给宣布出来 这叫做清楚的表达 来看这个词 还记不记得啊 这是星期六的词 articulate 还记得他吗 我说写文章要清楚的表达 写文章要清楚 想想这个词了吗 articulate 把话说清楚啊 这也是宣布出来 说出来 发音给发出来 啊 叫做清楚的表达 阐明 articulate 这是星期六的讲的单词啊 好像一个词pronounced pronounced就是来自于发音那个词 但它加了个d呢 变成新的词了 形容词 叫做杰出著名 就是famous 比如说a pronounced writer a pronounced singer 因为杰出的作家 杰出的歌手 啊 叫pronounced pronounced 好了 把这四个词啊 过一遍啊 第一个叫做denounce 叫宣布你不好 当众指责 宣布你不好 当众指责啊 renounce 宣布退休 叫放弃权利 放弃权利啊 说出来 宣布出来 叫做清楚的表达 阐明啊 最后一个啊 发音要什么 发音好的人啊 杰出 杰出显著的 等于谁 简单一点 我们说就famous 啊 famous 好了 这几个都能想起来不 这五个都通通前面都讲过啊 通通都讲过啊 举反证 反对谴责吗 不接近 审查员 谴责 来回第三个词的 看回忆一下第三个词啊 快速回顾一遍 一分钟 审查员 谴责 就是审查制度 那个词啊 叫sensorship 有印象吗 sensor sensure 啊 decry 他来自谁 来自喊吧 第一表示加强 就是对你大喊大叫 就是对你那种 使劲喊 那种啊 这种感觉啊 叫大喊啊 谴责 啊 最后一个叫deprecate 啊 deprecate 还是表示 反对抨击的意思 他跟那个 贬值 贬低 那个词 放到一起 deprecate 是这个词吧 deprecate啊 叫做贬低 通过贬低 啊 贬值 这个词去记啊 反对贬值啊 反对贬值 那两个可以放到一块 好 我们继续往来看啊 看下边 下一组 不要困啊 马上就结束了啊 最后20分钟啊 来第一个 叫做deplore 这个意思有三个啊 常用的意思啊 第一个叫做悲痛 其实就是悲伤 难过啊 哀悼 悲痛啊 第二个呢 叫做后悔 第一个是悲痛 第二个是后悔 大家还记得他吧 rule 还记得后悔这个词吗 哎 后悔啊 rule啊 第三个意思 表示的意思叫做 啊 谴责 又一个谴责 所以这个谴责的词 太多了 你看就这种啊 抗议的叫deplore stop war 啊 对吧 stop NRA 对不对 这个知道一下啊 叫做什么呢 叫做 严厉的谴责 国外动不动就老游行 对不对 我们老说国外动不动啊 就总是游行啊 好 看下边啊 下一组啊 来第一个啊 plore这个词根 我们画一下啊 看这边 他作为词根本身就表示cry 或者是weep都行 哭啊 或者是喊 哭啊 或者我们说就是喊 有这样的一层意思啊 哭啊 或者我们叫做喊 所以这个第一 第一个呢 他其实表示加强 你看加强大喊 他这个造词 其实你看跟谁一样 是不是跟前一样 这个decry 他俩的造词是一样的 前一样的 是不是跟他俩这个造词 是一样的 反过来 完全就加强嘛 对着你大喊大叫 这就是谴责 对不对 这强调就是啊 谴责啊 谴责啊 这样的一层意思啊 好 看第二个啊 第二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implore im这边表示的是加强 他其实也是加强啊 叫做哀求 因为他来就哭这个概念啊 你看 咱们生活当中 比如说你们俩做一个什么事 对吧 你哭着求他啊 不要抛弃你 或者哭着求他给你炖肉 这个叫做implore somebody 什么呢 to do something 一般他讲的是苦苦的哀求 叫做苦苦的哀求 他一般强调这样的一层含义 咱们还学过哪个词的 探险那个词吧 还记得不 探险 那个时候也是来自他 就往外喊出来嘛 发现新大陆的时候 发现一些东西的时候 就往外啊 这是explore 对不对 这是explore 好 那我们把这三个词啊 读一下啊 第一个 deplore decry 谴责 悲痛 懊悔 懊悔都行啊 第二个呢 叫做 叫做implore 表示哀求恳求 哀求恳求 好 看下边下一个啊 表示悲伤悲痛的词汇有哪些 啊 悲伤悲痛的词 第一个moremore 这个词他通过谐音技就是莫哀 你这样想一想啊 这叫做悲悲悲伤 就在悲伤悲痛的感觉 more 形容词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mo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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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词 好第二个叫做lament lament表示的意思也叫悲痛啊 这个咱们之前讲过吗 你就通过那个一个 什么啊 这个 一个化妆品 是不是啊 就lament 海兰之谜 但不太适合年轻人用啊 因为比较贵啊 是吧 所以不太适合年 特别年轻的同学们去用啊 叫做 背痛 买不起 lament 海兰之谜 这个化妆品听过吗 就女生可能应该听过比较多 lament 用不起啊 悲痛啊 莫哀是悲痛啊 好 下一个单词啊 叫做bewill bewill这个单词也是为谁哀悼悲痛 好 它这个后面部分就演示成 演示成weep这个单词 weep这个单词 be表加强 bewill还是哀悼悲痛 最后一个单词啊 叫做condolence 哀悼悼念 这个现在 推特上也经常会说到 express our condolences to the victim express our condolences to the victims 啊 就像这个受害者表达我们的 什么呢 慰问表达我们的这种哀悼啊 用它就行啊 它来自于谁的动词叫做condo 啊 condo本身就是表示哀悼悼念的意思 啊 来自于condo这个单词啊 哀悼悼念啊 哀悼悼念 加enc变成名词了 啊 然后把这几个词过一下啊 第一个叫做 deplore explore探索 那个词是跟喊 喊叫有关 呼喊和哭泣啊 就是加强喊和加强哭 哭就是悲痛 喊就是谴责 啊 还表示懊悔的意思啊 implore 恳求 简单一点词就是bag 哀求 莫哀 lament lament 啊 悲痛 bewill 啊 爱到 condolence 啊 这个名词常见啊 一般跟这个express用的比较多 express our condolences 啊 好 看下边 下一组来第一个叫做bello bello表示的意思叫做大吼 嗯 叫做bello 把这三个词写一下啊 第二个词roll 第三个叫做round 大声的吼叫啊 人的也行 动物的也行 啊 这种大叫或者说惨叫 那种感觉啊 他这个单词其实跟谁同源呢 什么东西会发出这种叫声响声啊 看他前四个字母啊 他其实前四个字母就是跟铃铛这个词是同源的 他跟铃铛这个单词啊 是同源同源词啊 都是跟响声叫声有关 那灵儿们也是发出响声的东西吗 啊 有一个词咱们之前讲的词叫什么来的 巨浪还记得吗 叫什么来的叫做bello 还记得这个词吧 不要混啊 不要混淆了啊 bello就是表示啊 巨浪 huge waves 啊用的是他啊 好 下个词 raw表示的也是叫做呼啸或者是跑笑的意思啊 啊 跑笑 呼啸 你可以指人呢 或汽车 都行 就一辆汽车 呼进 呼啸啊 闯过什么 这个这条街道 这个叫做raw 啊 叫raw都行啊 round呢 大家也可以通过谐音记一记 你看痛骂嘛 那个女生有没有痛骂过你男朋友 是吧 就是嚷他 你想想一想 对他怎么的 大嚷大叫啊 嚷他 round 啊 around raw 还有bello 看这个词在脑子里想bell啊 像铃铛一样 铃铃铃的响 当当当 吼叫 人和动物的时候 大吼大叫 惨叫都行 啊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啊 这个咱们在电视台经常看到现在台湾 对不对 还有什么韩国什么的 很多看到这种场景啊 Braw表示 第一个叫做 吵架 第二个 打架都行 Braw我在之前给大家讲过吧 它是跟什么有关 是跟分歧有关 说过吧 Braw开头的词啊 通常是跟分歧 分开有关 有这样的一层含义啊 第二层意思呢 是跟出生有关 就是它是有两层意思的 写在这 我之前给大家总结过了 一共是十一组词目组合 给大家已经总结完了啊 Braw开头的词是跟分开分歧 或者是跟出生相关啊 跟出生相关啊 好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几个词啊 第一个啊 Braw叫做吵架 之前还讲过什么来的 Craw叫啥 忘了 哪的动作CR呢 手上的动作叫什么来的 叫做爬吗 匍匐爬吗 匍匐前进啊 还有Sprall 回一回Sprall什么意思来的 SP跟发散有关吗 Sprall叫做City Sprall 还记得那个图片吗 蔓延杂乱无章的生长 对不对 叫做Sprall 别忘了啊 来看这第二个 Breach违反 Breach就是谁 就是break K跟CH发生变形 就break违反 Braw这两前两天 我都给大家讲过 应该是上上周 给大家提到的啊 OO圆的是胸针 E的扁的就是屁股 一个是屁股 一个是胸针啊 都是跟分开有关 东西跟分开 屁股肯定两边是分开的啊 EE是屁股 O是胸针 还有一个brittle 这个是亚思里面的一个词汇啊 对不对 亚思里面的一个词汇啊 第一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 它是跟谁和谁的一个 一个合体 就break little 打成小块 太累了 是吧 要坚持 再累也要坚持 再难也要挺住 想想当年的长征 不比现在累吗 还是挺住了 挺住最后剩下的啊 都都都成成了 放弃了就完了 打成小块啊 我们叫一岁的 叫brittle 它是来自他俩的组合啊 little 打成小块 打完之后都变成小块 一岁的啊 是吧 一岁的啊 一岁的啊 好 把这几个词读一读啊 第一个叫做bro 吵架 bridge就是break啊 违反啊 broach 胸针 bridge 臀部啊 brittle 一岁啊 一岁的 来发个红包吧 看来大家可能都没劲了 是吧 来发个红包 因为大家对于钱 还都是比较敏感的啊 都抢到了啊 都这边都抢个十块八块的啊 清醒了啊 好 看下边 下一次 吵架 咱们家里有两个孩子 同学看一看 这几个吵 的一些区别 第一个beaker 第二个spat tief row rangle scorble 这个手速是 原来说困啊 但抢红包的时候啊 第一就第一时 第一秒就反应过来了 抢红包的时候永远不会困的 先之后打一下 一啊 先读一读 第一个叫做beaker 第二个词叫做spat 第三个 tief row rangle scorble scorble 好 都写下来了啊 不用管还有几组 还有十分钟了 就是两组的事啊 就是两组左右的事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一个 第一组词啊 第一个词呢 叫做beaker beaker一般强调的有语为了琐事而争吵 这是他的一个用法 beaker with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啊 叫做啊 为了琐事而争吵 比如说跟他的姐姐啊 是吧 因为这个 这个跟这个 因为钱而争生一些争吵 beaker with her sister about the allowance 对不对 因为这个零花钱啊 跟姐姐吵起来 那这个词他通过谁去记呢 通过beaker去记 这个beaker啊 本身表示的意思叫做会啊 或者我们叫鸟嘴 为什么叫吵架呢 实际上吵架也是这嘴 你看那个周星驰的电影 看过吧 这个表示的意思我们叫做会啊 或者我们叫做鸟嘴啊 都行 知道什么玩意儿 鸟的嘴 一二呢 是动词的一个反复 都看过 九品芝麻官你们都看过 看来万词班的同学 确实年龄层比较偏 偏大啊 都比较偏 25岁以上就居多 这是跟嘴上的动作有关 嘴上一直说的 好 第二个单词啊 叫做什么叫做spat spat叫做口角 这个词他通过他一句 你可以通过吐痰 那个词去记住 这个词像啥吗 spit 看过这个词吗 两个人吵架是怎么办 就是互相吐痰 这种感觉吧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脸上也湿乎乎的啊 看一看这种 推推 啊 是这种感觉啊 spat speed 互相吐痰 互相吐痰啊 快要擦一擦屏幕 刚才一激动喷出来了啊 叫做spat 口角 口角啊 好 第二个单词啊 叫做tiff tiff这个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品牌 叫做tiffany 小争吵 他也是啊 比如说 呃 tiffany这个最近卖给谁啊 被谁给收购了 是不是 lv的老板 对不对 lv的老板 你想想啊 因为买不起tiffany 这个钻戒啊 跟男朋友吵起来 tiff meath meath也是啊 tiff 叫做小争吵 啊 tiff tiffany tiffany my tiffany 两个人发生口角 啊 口角争吵 啊 好 下一个单词啊 叫做ro ro这个词呢 咱们当年学的叫ro 这表示一排两排的排啊 但如果他读成ow ro的时候啊 他也是表示熟悉的人之间的这种争吵 ro with somebody 你可以动个牌去记一记 因为某一排两个人抢座 最后在第几排两个人吵起来了 啊 beaker beak啊 嘴上的动作啊 叫琐碎的是吵架 两个人推推推 吐弹互相 口角 tiffany啊 买戒指吵架 ro吵架 rangle 这个咱们讲过没 wr跟什么有关 这是不是跟扭曲有关啊 后面有个angle angle表示什么 是不是叫角啊 爱顺序技术就是指口角 从角去记嘛 口角 有个angle结尾啊 两个人拧不拉 发生口角了 他一般强调的是这种 长时间而复杂的争吵 长时间的这种 大一的时候用了一点洗衣粉啊 大四啊 毕业的时候还在这说呢 洗衣粉还没还呢 对不对 哎 这叫做什么呢 叫做rangle 长时间的俩人拧巴又扣脚啊 俩人拧巴又扣脚啊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scobble啊 scobble这个单词 它其实影射的是中间部分 s只起到一个加强语气的作用啊 它其实影射的是我们说的coral这个单词 对不对 哎 coral这个单词 coral叫什么 是不是也是争吵啊 叫做scobble啊 scobble啊 好 来把这几个词给老师读一下啊 第一个词叫bicker啊 你看从来没买过洗衣粉 他一直用石油的啊 第二个土坛 口角 tiffany 小争吵 tiff row两个人抢牌 抢座啊 发生争吵 wrangle两个人脚 通过脚去记 扣脚 scobble也是啊 扣脚啊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 第一个叫做dubious 又一个怀疑 怀疑我们在初中学的是谁 来先回忆两个初中词啊 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然后到了高中 看看这两个有没有见过啊 初中词是他 doubt suspicious 咱们说嫌疑犯嘛 叫suspect嘛 对不对啊 怀疑嫌疑啊 这形容词叫suspicious 这两个啊 好 那我们来看看啊 到了万词班当中 主要就是他啊 叫做可疑怀疑的 可疑怀疑的啊 他这个前半部分读dubious 这个dub其实影射的就是谁 他影射就是doubt 前半截 u和ou这边发生了变形 读一下dubious 看这个dub dub就是doubt 现在这个doubt的前半截啊 好 第二个skeptical 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有考试的选项词汇 所有考试的选项词汇啊 通过保持续记 对这个事我有保留 这个事我也有保留 那个事我也有保留 kept 这个事我有保留 那个事我持保留态度 我有保留怀疑 怀疑者 怀疑主义者啊 叫skeptic 名词呢 怀疑名词叫skepticism skepticism 读一读啊 skeptical 怀疑的 skepticism 名词 怀疑啊 好 雅思的同学注意 英式把k变成c 读音都一样 听见了吗 读音上都一样 这是英式的写法 就把k变成c啊 也做成skeptical 一样啊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paranoid paranoid paranoid 那这个单词paral讲过 是不是叫旁边的辅助的 旁边辅助的啊 这个noid呢 它其实映射的是mind 这个词 就是想法 这讲过吗 这个咱们也啊 总是有别的想法 这个叫做多疑 被害忘想症 我们说偏局狂 总觉得别人要害你 叫paranoid paranoid 叫做多疑 多疑 悲害忘想症 总有别人的 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啊 脑子的想法特别多的啊 好吧 这三个词读一下 第一个啊 dubious 第二个skeptical 有所保留这个事啊 怀疑就来这道 下边啊 paranoid 是mind的变形 把mind写旁边就明白了 就是脑子里从别的想法 这样的人啊 像曹操 对不对 多疑的 好 看这四个词 考试的难词 那考试的难词啊 elusive 躲避的 逃避的 记得他的动词吗 一路躲 记得的请打一 忘记的请打二 记得的请打一 忘记的请打二啊 elude 这叫躲避吧 形容词叫躲避的 但他第二层意思 就表示令人困惑 困惑啊 这个意思是考试的 常考意思 叫elusive 这意思都躲着你 abstruse 上上周的词也是 叫做 是不是他能抽象 那个词是同源的 abstract 晦涩难懂 抽象难懂的 好 下一个单词 叫做cryptic 这个比较难一点 表示一较玄妙的 令人困惑的 叫做cryptic cryptic这个单词呢 它是来自于谁呢 它实际上是来自于 就是爬那个词 捏手捏脚那个单词 爬捏手捏脚那个单词 就是要来自于creep这个单词 它是来自于他 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单词 很玄妙的 令人困惑的都行 让人一种看不见的感觉 捏手捏脚在底下偷偷摸摸的爬 是这种感觉 这个叫做cryptic 这个要知道一下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叫arcane arcane这是一个留学里面的词了 也表示的意思叫做难懂 arcane 终于在第二阴节 神秘的灰色难懂 神秘的 就是secret and mysterious secret and mysterious 神秘的灰色难懂得 比如说一些很神秘的现象 对不对 andcryptic or arcane phenomenon 用它都行 形容词修饰名词 修饰名词 这个arcane 它实际上来自诺亚方舟那个词 arc 是跟那个方舟箱子柜子同源 它其实原指什么 就是指放在箱子里的东西 你看变魔术的时候 东西放在箱子里的 听过能诳方舟那个故事吧 ARP吗 叫方舟 对不对 盒子啊 跟它是同源的 arcane cryptic abstruse elusive elusive 好 那 不往前讲了啊 因为一会儿还还是 一会儿马上还要上一阶子班上课 咱们今天到这里聊 到这里聊 那 今天内容也是比较多 也是比较多 同学们还是要去快速的复习一下 在22点的时候 不要忘了群里去打卡 22点的时候 在群里去打卡 要把内容一会儿先复习一遍 考研班的同学 因为咱们问词班 要学那个考研词 可能就有点简单了 对不对 你会觉得非常快啊 那个 你要从这个班 往回上 那记得会特别快 当然你也会觉得特别简单 但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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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内容肯定是要作为重点 去复习的 这个内容啊 是要作为重点 去复习的啊 睡前一次 明天早上一次 明天呢 没有我的课 所以大家要把 三 三十 三十一和三十二的内容 明天都得看一遍 听见了吗 三十一和三十二 要把这两节课的内容 都要过一遍 要加 过一遍啊 然后我们周四晚上再见 这个课还成三 三节课了啊 就是 周四 周六和周日 这大家别忘了啊 这周四的周六和周日 最后一般港要坚持住啊 拜拜 下次还是六点四十五啊 周四晚上还是六点四十五